謝謝 小哥你好 好久不見 哎呀 握一次手了四次 各位髮課 四杯的時間 哇 跳了一頭大汗 這個動作設計得也非常的 別出心裁 而且跳起來那個默契感 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而且我要再強調一下 剛剛那個不是說放袋子 純粹地唱現場 不容易 我也很驚訝 你們的現場能力跟唱片相去不宜 應該聽得出來 因為裡面蠻多喘息聲 這樣比較自然 是 剛剛還在問你們 那國外那些人 你們何必唱現場 應該是像外國民 他們說不 外國的也是現場 我說有可能嗎 那這是體力的這個考驗 對 真的要練習 像我記得我們從第一章開始 就是試著四個人 就是唱Live跟同時在跳舞的時候 你會發現 像你一般跳舞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左右這樣子 我們可以直接 我一直呼吸 找空隙 對 但是唱歌不行 唱歌 唱歌你要變成是 你唱歌的換氣的地方 是你呼吸的地方 這有學問 就很難 那我們也是花了一點時間去慢慢慢慢 對 而且要有重量訓練 像我們來錄影之前 我們就在健身房這邊 呼呼 沒有啦 體重量訓練是吃東西 這個通常要 等於身體的這種狀態 要調節到最好的狀態 才有辦法又唱又跳 對 擴別了兩年這個時間裡 這個執伏期間 說說看 是在醞釀這張第四張專輯 還是各自有在忙一些 還是這樣的醞釀 有各自來分配工作 其實去年我們實際上 從第三張專輯到第四張 仔細算的話 應該有將近一年八個月 那我們在前 差不多去年的前半年 其實我們是參加一個 歌舞劇的表演 歌舞劇 對 表演工作坊的歌舞劇表演 所以從排演 排戲 練唱練舞 一直到演出 這將近花了半年的時間 等於每一個對白 每一個動作 各方面都要滾瓜爛手 從排戲 然後練歌到練舞 不是說我們參加了 就是參加回各自練 都要配合的練 對 所以那段時間 也許很多觀眾朋友也有問 歌迷也有問說 奇怪 蟑螂跑到哪去 怎麼停了一下 對 那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為了專心好好演這個劇 所以 把很多通告推掉 所有的通告 跟唱片有關係就暫停 就專心去排那個歌舞劇 這個我們知道 有的人要狠一點 怎麼講 就是有的時候 不能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就是做市場的這個版圖 要稍微霸佔一下 對 所以有的時候在這個期間 我想你們也看了 當然別人也在不斷地動 對 也看了一些其他的團體 對 這個時候 可能當然也是自己的一個 怎麼講 有這麼樣一個鏡子的話 可能我們再出來 又變得 再要突破他們的 對 所以這個選歌方面 這張 剛剛那首《忘了我是誰》 這個點子就 感覺是舊曲 但是聽起來滿新穎的 這是什麼樣的想法 大哥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是 小時候從菲律賓移民來台灣 對 那個時候剛好來台灣的那個時候 是國內的民歌時期 所以我們對一些民歌 其實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印象 對 剛好去年的時候總統大選 然後候選人的那個講演 我都特別注意李遙大哥的一些 政治發表會 對 那他剛好提到《白色恐怖時期》 他被關在四面都是牆壁的牢 那一段時間 他因為心裡面愛上一個女孩子 他就寫了這首《忘了我是誰》 那我在看電視的那一剎那就感動了 這個過程 原來這個歌是這樣產生的 然後就靈感就來了 我就想 對啊 這首歌很像已經被大家遺忘的差不多了 我想說應該可以把它發揚光的 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寫一首新的歌 然後在副歌的部分 就取樣這首歌的 所以融合在一起 對 精華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首 對老朋友 民歌時期的朋友 大家都熟悉 可是對現在時下的年輕人來講 它又是一首新的歌 對 是 而且那個髮型也不斷地在變 你的頭特別突出 大哥是學美術的 他是美術系畢業 所以他就把他的頭當作畫布 在上面 他自己 自己磕了一個 一個象徵圖形的一個蟑螂 對... 你這樣講我就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幾個腳 對 旁邊是他的腳 就是蟑螂屁 對... 那前面呢當然就是他的臉 蟑螂 對... 有八個月 你都在... 其實我一起有演這個歌舞劇 也參加了 然後我出了一本書 對 聽說英文好 不務正業去出書 而且這個書還是教人說英語 對... 不簡單 出了一本書 然後... 想要說我有點不好意思 這是... 是我們中國人常常一講到說 自己的這個... 怎麼講 要介紹自己的長處 或什麼 總是不好意思 做你講就對了 不好意思 還賣得不錯最近 賣得很好 對... 再版了 哇... 不簡單 他就是臥虎長龍 沒有 因為那段時間演舞台劇嘛 褲帶就勒緊一點 所以趕快裝外塊 這也要有本事 不是你們這麼笑笑的戴個手 不簡單 但我們最近一直敢通告 大哥頭上這隻蟑螂也越來越瘦了 他真的... 遇見越裡面 真的 剪的剪的 有的時候有的美容院門口還貼一個這個 蟑螂的頭 本店演會剪 這是真的 對... 沒有 我之前就在一個家庭理髮裡 那難免啦 如果那邊太... 太多人去 我就下次就不敢再去了 這個直接做廣告 可是二哥有發生過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他... 他去那個理髮店 因為他平常的樣子 跟他在舞台上 他畫完妝之後 是很不一樣的 又有一點差距 他平常有戴眼鏡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認不出他 結果他去那個理髮廳 他要剪一個髮型 講了老半天 那老闆聽不懂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蟑螂 那個老闆說 知道 那個蟑螂老二的頭 你知不知道 他說知道 你就照那個給我剪 就對了 這樣介紹還更清楚 對 而且那個老闆 還是不知道那是他 頭型 這個頭型 比你這個... 因為下台的差距 比本人還出名 這一解釋 馬上就了解 對 剛剛聽你們這樣 又唱又跳 在我們這個節目 本來的慣性 都是一些純暢 你們帶來的這個 讓我們有一個很年輕的感覺 我們喜歡也很開心 也很榮幸 能夠來到小哥的節目 對啊 你們真的要接二連三 看了很多團體 真的要像你們這樣說 有默契 尤其是我們知道 是一家人的時候 有另外一種 一種感情的那種心態去看你們 其實我們會 反而會希望多一點團體 就是和聲團體 因為之前譬如說Ban 就一窩蜂都是Ban 可是我們之前 因為都是團體 就是我們一個美聲團體 然後我們就覺得 自己在前面衝很累 然後很不容易被注意 就是你努力了很多 可是大家可能 譬如說要想到團體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的是Ban 或是什麼 或二重唱 他可能不會想到我們 樂團 對 樂團 那如果說多一點這種和聲團體的話 就是大家一起加油 那大家就比較會去注意說 現在和聲團體很多這樣 其實這樣在樂壇 比較讓它多元化一點 對國語樂壇是好一點 更好 當然有很多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隨便提一個 這個可能比較跟你們走的方式 高齡峰大哥帶的 Very Sweet 高大哥很厲害 很厲害 那個團體走得好像不太一樣 對 以前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那個時候 身材比較好一點 那個高齡峰大哥最紅的時候 我們也都很喜歡他的表演 對 不過這次他的Very Sweet 也被他帶的還算是怎麼講 觀眾都有印象 但是走得就是跟你講 不像你們說 動作要一樣 動作還是說 舞姿跳舞 那個是以身材來 小哥你穿西裝做那個動作 實在是 有變回憲 高大哥那種方式 就是讓大家要這個 什麼講 秀色可參 對 美腿如靈 對 像我們這種短腿 我看不是每個年輕人 我是不是太了解 太久沒進去 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能像你們這樣 這樣子輕鬆一些 對 因為我們姥姥 還是現在年輕人 每個音樂一想起來 都能夠這樣子 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就很自然吧 可能因為我們小時候的出生地 是菲律賓 那菲律賓人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他們是一個很熱愛民族的地方 很熱愛音樂的民族 對 餅包 餅包 然後你在那個地方 你真的很能夠感受到音樂 然後那邊的人 你隨時看得到 在路邊跳舞唱歌 就很自然的 其實有點像台灣的原住民 對 他們很隨性就很優雅 但是菲律賓人更慘 他們可以 都已經快沒飯吃了 聽到音樂還可以跳舞 自得其 苦中作樂 是天性沒有辦法 記得你們剛剛在國內的樂壇出現的時候 這個也興起了 這個蟑螂舞的風 這個風潮好不得了 這個聽說已經到了 目前有第四代的蟑螂舞 第四張就 第四代 對 就是第四代 對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舞蹈 都是我們自己四個人編的 對 我們都是聽完歌曲之後 我們四個人就絞盡腦汁看怎麼 如何把這首歌 讓它影像化 讓它肢體化 然後能夠在副歌的時候 或是那個歌曲的重要的部分的時候 能夠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就 自然而然我們都把我們的舞蹈 有在表現出來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稱之為蟑螂舞 對 所以這個蟑螂的舞姿跟舞步 這個第四張專輯 當然也就是第四代了 對 今天會代表這第二期前的年輕朋友 來再感受一下 一定在這個專輯中 大家也花過腦筋 編出了第四代的這個舞姿 那在還沒表現我們的第四代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然後最新 對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表演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 到第三代的舞蹈 好 這個第四張專輯 當然也就是第四代了 今天會代表這第二期前的年輕朋友 來再感受一下 一定在這個專輯中 大家也花過腦筋 編出了第四代的這個舞姿 那在還沒表現我們的第四代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跟第三代 第三代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表演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 到第三代的舞蹈好了 然後我們請大哥跟老三 弄一點點口氣跟節奏 然後妹妹跟我 口氣 對 妹妹來來 我們來表演一下 第一代 第二代 跟第三代的專輪舞 還有口氣是嗎 還有節奏感 來 1 2 3 4 然後 然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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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想起來了 對 第一代 對 第一代就是比較奇怪的 就是 好 困難度滿高的 好 就是我們脖子 欸 跟這個腿是嗎 反方向 那個時候我們剛出來的時候 小哥模仿的最準 我們 我們秀一段 秀一段 我們來一點節奏 5 6 7 8 要示範給我看 對 哇 好棒喔 哇 奇怪 欸 這個奇怪了 欸 對 小哥其實也是流於自然 對 欸 這個就妙了 很有節奏感 我們如果說反方向 不要說有些人說 拍腿啊什麼 那種 我都跟不上 這個拍一下 這個拍兩下 那種 可是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對 肢體圓有的時候要局部的把它分開來 對 還各自在算拍子 對 那是第一代的 不會 第一代的確 的確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很多歌迷反應就是說 他們想學 可是太難了 對 後來我們就編 我們就編一個比較簡單的第二代張郎 容易接受都答 好 來 我們來看第二代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一個 來一點節奏 5 6 7 8 對 很簡單 來 來 來 小哥來 準備好了沒 你不要欺負小哥啦 你就把它想像 這邊有一根電線桿 有一根電線桿 然後 你是一隻小狗 你為什麼這樣 他真的不好去 對 他跳了好幾次 他很可能 不會 你不要披露 你無法跳 那些金人 不錯 那麼不方便 你不停 你跟他開了 你不停